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百合,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废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一直坚持 一起来听 2016年5月14日中午时分 著名登山运动员罗莉莉试图征服朱姆南马峰 然而,就在他达到8680米 即据这世界第一高峰,极有百步之遥时 他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 他停下,撤了回来 当无数人为之不解,叹息他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时 他笑着说,我只能到达那里 那儿是我生命的极限 他的及时之指不盲目坚持 让他在这个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死亡之地活了下来 曾经的我们总以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其实,有时候,及时之指更是一种魄力与远见 智慧的人生,要懂得行,更要懂得指 生活中的你,是属于这种人吗? 不管做任何事,总习惯一切完成 不达目的,施不罢休 哪怕精疲力竭,还是强迫自己坚持到底 表面上看,这种执着值得赞扬 实际上,却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自杀式行为 古人云,强弩之末,不能入颅稿 冲锋直衰,不能起毛雨 启示时再迅猛的利剑 当力量耗尽时,连极薄的丝绸也射穿不了 即使再催枯拉朽的狂风 到最后剩下一丝伟粒,连羽毛也吹不起来 同样,人在筋疲力尽之时 一味地盲目坚持,不仅很难有突破 还让自己更焦躁,陷入原地打转的怪圈 甚至伤害到自己 作家李小益在《生活课》中叹言 早年创作的他,也曾奉行凡是死磕到底的原则 在他的认知中,从容这个词就代表着不够勤奋,不够努力 所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一做就是大半天 哪怕没有思路,也是坚决死好 然而,他的拼命没有让他获得想要的结果 作品没进展,没效率 反而因经常熬夜,让他的情绪极度敏感、暴躁 甚至失控大哭 更让他崩溃的是,身体也因此亮起了红灯 抑郁失眠,颈椎老损 直到他及时对这种工作方式喊刹车 脑枯力结时不再硬撑 而是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 结果,不仅健康慢慢回归 连灵感竟也源源不断涌出 他感叹道,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山山水水,牵牵重重 真正的情分,绝不是不顾一切拼命努力 而是该冲时冲,该停时停 脾巾太紧会崩 琴弦太紧会断 弹簧太琛会失去弹性 人过度透支,也会垮掉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长久的人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而是松弛有度 懂得适时对自己的生活按下暂停键 特别赞同这样一句话 最终能达到封顶的往往并不是那些一个劲儿埋头苦干的人 反而是那个边欣赏美景边吹着口哨赶路的人 只指不带,才是持颖保态之道 当然,这里的只指不是放弃 而是不再用蛮力 选择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个建议送给你 让你在面对僵局时如何破局 一,学会中断,曲线旧国 美学大师朱光浅说 越是聪明的人,越懂得休息 休息不仅为工作蓄力 而且有时工作必须在休息中酝酿成熟 硬称,只会死机 不如关机,休息一会儿再重启 你会收获更高效的运转 作家周灵在《认知觉醒》中 就用一幅图明确证明了 主动式休息的工作方式 整体效率远远高于自略式的刻苦者 中断休息的方式有很多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哪怕离开座位 走出门伸伸懒腰 看看风景 都是一种有效的调节方式 你知道吗 著名的福利定律 就是阿基米德在百思不得其解释 在浴缸泡澡放松时 突然想到的 爱因斯坦则习惯在思路堵塞时 拉一段小提琴寻找灵感 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农平 每当工作没有头绪的时候 就会停下来去运动 在一场大汗淋漓中 驱逐心中繁育 坚持不懈是一种精神 松弛有度更是一种战略 工作陷入平静期时 振脱执念换个心境 适当放松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 放大镜原理 聚焦核心 大家知道 如果把放大镜置于太阳光下 那么下面的纸张就会点燃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 放大镜可以把光的能量聚在一点 从而产生较高的热度 达到纸张的燃点 这就是放大镜原理 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一天下来很忙 但最终结果却是 工作依然毫无进展 原因很可能是 我们把摊子铺得太大 同时想要做的事情太多 这种情况下 力量太分散 自然难以突破 但如果我们先把点聚焦到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局面就会被打开 苹果公司的再次崛起 就是运用了这个策略 当乔布斯再次接手 苹果这个烂摊子时 令人吃惊的是 他做的第一件事 竟是砍掉其他全部生产线 只留下了四条生产线 而正是他的专注精准战略 才有了苹果的密封翻盘 所以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继续盲目坚持 而是先反思 梳理出最重要最紧急的那一环 然后把精力集中到这件事情上来 像放大镜一样 把光聚起来 自然就有了破局的力量 沉默成本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词 指已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支出 如时间、金钱、精力等 当我们对一项工作 甚至一段感情 前期投入越多时 我们越是不想放弃 很大程度上 就是对沉默成本的不甘 这也是很多人陷入 盲目执着的原因 殊不知 此时越滞溜 只会导致更大的亏损 即使止损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六十年代 松下投入巨额资金 用于电子计算机的开发 不久之后 他发现这个领域内的 IBM发展势头迅猛 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而且还有许多公司 如富士通、日力等也争相加入 此时 董事长松下幸之助 没有纠结前期的巨额投入 而是果决退出该领域 选择了另一条路 企业传统产品开发 结果 不但保全了自己 还另聘西径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而向富士通 日力则被打压得惨不忍睹 即使止损 不是懦弱 而是一场自救 不被沉默成本所束缚 不为执念所困 学会主动放弃 不合适自己的 才能遇到对的是对的人 正如甲平蛙说 会活的人 会活的人 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 其实读懂了两个字 舍得 不舍不得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卡奈基在《人心的弱点》中说 当处于低谷 当处于低谷时 找到方向比坚持下去更有意义 这一路 这一路我们总会遭遇各种困境 与其盲目坚持 不如事实之指 审视自我 做事松弛有度 方能走得长远 遇事画面为点 才能距离破局 烂事及时止损 有舍才能有得 生活是一场马拉松 不值于意识 不困于一念 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方能细水长流